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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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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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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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同学们 今天第十九奖 主要是把上一节课的画的配景 松树松针把它画完 然后来说 也接下来我的作品的创作过程 学习经典的作品的目的 就是掌握古人传统里面精华的这些法度的东西 里面有它的笔墨的法度 里面有用笔用墨 还有它里面的构图 里面的结构形象 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 有这个学习过程跟没这个学习过程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这个法度来说 它可以让你的基础打得很扎实 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登 没有这个很扎实的传统的功夫在里面 它会影响你这个画家最后创作里面 那个含金量 送人经典的作品 它精妙的地方是非常到位的 要攀登技术的高峰 就必须就是在该精到的地方非常的到位 这里面是要用心慢慢的去研究 慢慢的去创作 古人来说 它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在里面 待会我在画这个松树的时候 你们就体现古人的用笔 是怎么体现在这个画面上的 好 下面讲讲我的作品的创作过程 这张画春雨 它体现的是南方 到了二月三月的时候 春雨几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也叫梅雨季节 她这个春雨对农民来说是非常的高兴的 而对尤世城里面的老百姓来说是非常老火的 这个来说对很多人的身体来说是受不了的 但是因为我当过几年农民 应该说是有农民的感情在里面 春雨对我来说感觉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 在表达这张画的时候 在表达这张画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愉悦的 非常的高兴的 而感觉一般从传统的绘画来说表现 下雨一般都是淡淡的 浓浓浓浓浓的表现手法 而我这张画的难度就是用这个工笔重彩 工笔画重彩的很多 但是工笔重彩来画春雨的 在我之前我没看过 因为它重彩来说 它的荒物质原料 在上几节课里面跟大家介绍过 它是不溶于水的 它里面是起颗粒状态的 在表现的时候要表现重彩是特别难的 因为来说它这个重彩 在这张画里面它是有渐变的 有深到浅的这个过渡 这张画里面用的全是矿物质的颜料 蓝度就在这里 而且更蓝的是 矿物质里面这些颜料的色上不同 颜色期间不同 这种变化的处理方法就更蓝 在这张画里面 我还用了大面积的绿调的颜色跟蓝调的颜色 用了这个暖的小部分暖的颜色 这个暖的颜色在这里 这里面也是一种渐变 不是说分割开来 传统的工笔重彩 都是勾线以后把它全分割出来 那这张画的蓝度就在这里面这种雨水交融到一块的这种感觉 那这种春雨这种雨水在这里流淌那种感觉 在这些棕榈这些植物里面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 而且是用重彩表达出来 这些蒲公英也是用的 我全是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 用的是这种隔粉 用的是这种银木粉 也是用重彩的颜料 但是这种重彩的颜料用在这里感觉很灵动 这个需要很高超的一种处理手法 高超的技巧 在画的过程中 我是反反复复的一边画 一边去琢磨 一边去研究 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多年来对春雨的这种感情表达出来 而且来说农民看到春雨 就是一种丰收的一种前兆 所以来说他们是非常高兴的 还有一点当农民为什么春雨很高兴 春雨的时候一般就不用去农田去盖活 而在家里面收拾准备下一步春耕的活 准备的这种心情在这家画里面表达出来 为什么因为这个雨晒得很静 静静的上没有刮风 就是那个雨几乎是极限上来的 雨本身是动的 我把这种动的动态用一种很静的静种境界表达出来 也是体现经常跟你们说的这种对比的手法 运用在这张画里面非常大 这个矛盾 就是说本来下雨是动的 一般的传统画家画下雨刮风 都是这些植物都是刮到斜的 而这张画全是静静的在那里下这个春雨 这种雨体现这个画面 这种很安静的这种境界 也是农民在家里面静静的在等待 植物里面的就是一片一片涅滴的结构 都是体现的清清楚楚 但是远看来说它又朦朦胧胧的 就是说这种处理的手法 运用中国的重彩原料能体现出来 绘画 读书 养性 修身 它在这里面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寄托 跟精神上的一种享受 是所有的物质享受都替代不了的 所以来说喜好书画对人的心生修养 是一步一步在提高了 好 下面我把上两节课画的那张画的 那个树枝树干把它画完 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看 好 最后依然是一步在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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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